好 但您掌握疫情最新 现在确定出现了首例 Omercon杀进台湾 这个案16829 是从史瓦蒂尼入境 至于前中研院的女研究助理 现在证实她感染的就是 Delta跟实验室所使用的 Delta病毒是相符的 而指挥中心表示 这病毒来源就是来自于 P3实验室更多的讯息 但您关心 首先 陈楚的部分 等我们调查报告出来 我们依照我们既有的规定 包括这个从看说是 整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 指挥中心的相关规定 及院里面已经有的各种 这个操作 实验室操作的规范 每一个研究人员需要遵循的 伦理公约等等的 这方面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厘清 那假如说有通报的话 第一时间我们会隔离这个病人 然后隔离这个当事者 然后所有P3的操作人员 也会暂时隔离 然后依照相关的SOP来进行 当然马上会通报这个CDC 通报主管机关 来做进一步的确认 剩下来我们就会按照主管机关 所交代的各种任务 继续一步一步进行 至少第一步要往上通报 也跟大家说明 我再三这两天一直在强调 这样通报 牵涉到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要把它厘清清楚 要不然现在来预测 其实中间都会产生很多的伤害 像这几天大家在讲 有一些相关在做评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对当事人都造成了一些伤害 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在最后一天 在跟独立委员会在做相关 不是独立委员就相关的这个中心 就是基因庭里面召开协调会里面 他是强调说希望之后 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 整体事情在处理 我们最重要目标 当然有一些可能的究责最后会做 但是重要现在是要全力的 一方面是要社区能够安全 另外一方面是大家有这同理心 就希望之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方向 部长好想确认一下 这个中研院的女助理 有媒体说她有去大学进修推广学习语文 查到是在金华街上的淡江大学推广教育处 那是不是已经有匡列的这十几个人 就是之前所说的这个日文班的老师和学生 那因为听说这个地方其实还蛮热闹的 那匡列这样的人数够不够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女助理 她有被老鼠咬到 虽然说被感染的几率很低 但是她之前第一次被咬到的时候 她自己是有做快筛 但是中研院这边是没有帮她做快筛 那想请问中研院的部分是说 她如果被咬到的话 照理来讲是中研院会主动帮她筛减 还是她自己做筛减就可以了 谢谢 一个老师12个学生 因为在一起上课 这时间比较长 那这些人都也列作居家隔离 现在在集中检疫所 那检验的PCR也是阴性 那来往的人 基本上你可以看就是说好像在坐捷运一样 坐公车一样 这是有足迹在 那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以现在来看 那种很短暂的接触 当然就比较没有这样的风险 不过持续的疫调还是要再进行 了解说是不是在里面有其他有接触时间比较长的 那当然一直要滚动式的 做居家隔离的动作 那第二个当然这里面当然在问就是说 会被咬到什么 其实这都有一定的SOP在 那现在我们大家刚才讲 就是说我们就希望将来再处理 就朝向日后不要再有发生相同的情况 那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那第一个时间怎么样来处理 那这些SOP都静待这次我们的一个调查 然后外部的专家跟内部的专家讨论研究之后 那再把它订定出来 中央市 刚才有就是记刚才上位媒体台所提到的 就是说这一位就是研究员 他好像有有说到他是在淡江的那一个学群 那这件事情是可以证实的吗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可以 好的谢谢 动森 然后问一下这个那关于今年年底 有一些跨年或是耶诞等等大型活动 有可能喊咖或是增加限制吗 比方说规模缩小 或是要限制打疫苗才能入场等等的规定 有这样的方向吗 谢谢 好那疫苗是一直在呼吁的 那希望大家都要把疫苗打好打满 大家也看到说 现在这个时间点 跟两天前这个时间点 其实世界发展是朝向比较安全的方向在走 所以对于在年底的相关的活动 目前并没有一些强制性的规划 想要请教一下院长 就是中研院的P3实验室之前也有发生 基因体重心跟生医所的使用违规的问题 还有内部资源分配的争议 想要请教一下院方现在管理的规划怎么样 那有没有掌握到说 现在有没有影响一线的实验的进行跟把关 谢谢 我想我们现在的规定是 只要院内同仁愿意需要做P3实验室的话 都可以上学输出的网站登记 那以先登记 先排程为主 那我们的P3实验室 以院内的实验 来做排程的优先 那假如是有院外的 包括厂商的申请案 我们会交由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合适 合适的话怎么样排程 再排程进去 我们是这样的做法 好 台四 台四 长官好 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刚好提到当天实验室发生的状况 因为就是说这个除了阿法座老鼠之外 是不是当天其实还有两只感染不同病毒 做的老鼠 然后提到这个交互感染的部分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详细说明一下下 那只能是说他可能有碰到另外两只 还是说是比较有可能是这个环境上面的污染呢 谢谢 当天有三个人同时在P3实验室里面操作 分别操作三株不同的病毒 详细情况在哪一个环节被感染到 我们现在不排除任何可能 也跟大家也报告 其实大家也许可以回想一下 几次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情况想起来好像很简单 就把这三个人叫来问一问道 大家对一对就好了 可是这三个人现在都在集中检疫所 集中检疫 所以要问的时候是都只能分开去问 然后分开一个问题这样 所以时间是必然是需要的 好 现在确定中原女研究助理的 她的基因定序这个病毒是Delta 也确定是在实验室这边交互感染 而相关的人员都已经进入居检所 来隔离检疫了 更多的讯息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